我們從招募培訓然後到排練到今天公演 我們大概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做了組織這些媽媽們 然後每個禮拜聚會在一起一起討論 什麼叫做溫柔生產 然後什麼叫做 就是所謂叫做低風險婦女 或是高風險的婦女 那哪些婦女才適合所謂的自然產 那哪些婦女可能會使用到 所謂醫院的比較醫療性的這樣子的措施 那我們這一次會用論壇劇場的方式 主要是在倡導 就是現在的醫療院所把產婦其實都當成病人 那事實上產婦應該是跟一般人一樣 他不需要過度的醫療的介入 那我們會希望產婦他能夠用最自然的方式 所以用最自然的方式就是說 減少最低的醫療介入 然後能夠提供一個給他一個駐產的資源 然後讓他可以用他自己的力量 來把小孩子生下來 那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們想要提倡就是女性生育自主權 就是我們覺得現在大部數的女性的生育自主權 其實掌握在醫生的手裡 對但是不是在手裡 往往這些孕產婦都只有被告知 然後同意的權利 但是都沒有所謂的被告知 然後拒絕的權利 那我覺得孕產婦他了解越多 他就會為自己的做最好的選擇 那我們覺得應該要提升孕產婦他的生育自主權 對那接下來我們這次公演完了以後 我們接下來會到全省去巡迴 那只要有一些單位他能夠組織15個民眾以上 我們就會免費到那個現場去把我們整處的劇 帶到那個地方去做演出 那為止大概多久? 我們會一直到年底 從現在開始一直到年底 對 對